英国批准人类胚胎实验 恐导致基因改造人 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机构 准合一项生物实验 这起实验未来可能会导致设计婴儿的诞生 但目前来说 该实验的宗旨并不是为此目的 这起实验将会由伦敦克利克研究院的分子生物学家 Kathleen Eakin博士率领 这起研究将会利用捐赠者伴侣的精子与卵子 透过实验来更了解受孕时发生的问题 研究者将会使用新的 称为CRISPR-Case9的基因重组手术 让基因特征开启或是关闭 这种基因编辑技术 是透过利用一种特殊编辑的RNA 来移除有缺陷的DNA片段 再植入一段健康的DNA到基因组上 基因改造过的胚胎将会被观察7天 届时胚胎将会从单个细胞分裂至250个细胞 批评者称 这起实验恐惠是基因改造人计划的第一步 尼亚坎博士告诉卫报 社会大众会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科学只是告诉大众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